大家一直講的是大力光的漲停板 其實大力光 當然剛剛穆華科也講到 它既是瓶蓋股 也是華為概念股 那講這個華為講很多 我們先講一下蘋果好了 蘋果最近的新聞 網路傳出它今年的iPhone11 鄭賢哥 鏡頭 三鏡頭長這樣 說真的我覺得有點醜 這個都是正方形的 可是原來跟華為的Mate 20 Pro 幾乎長得一模一樣 都是正方形的 所以我不知道觀眾朋友你覺得 它到底是醜還是漂亮 我們常講 美醜一線之間 我舉一個例子 韓國人大家覺得現在好像很漂亮 都很漂亮 之前你應該有注意到 韓國女生在選美的時候 就是這些加厲 一個一個看 都好漂亮 都好漂亮 好漂亮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把這些參加選美的 這些小姐 你用這個畫面上這個圖 你仔細看 每一個加厲 照片大概0.1秒這樣 一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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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每一個人 除了髮型不一樣 除了衣服不一樣 其實五官好像長得一模一樣 觀眾朋友我要跟你講什麼呢 當所有的人都長得一模一樣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其實這叫最醜 因為沒有個人特色 現在蘋果推出這手機 如果他真的用這樣三鏡頭 跟華為人一樣 我覺得我是蘋果的果粉 我都不太想買 因為我覺得怎麼長得都一模一樣 你覺得呢 為什麼會越來越 為什麼會越來越一模一樣 就像手機的材質 為什麼也會越來越一模一樣 就像我說進入5G以後 金屬機殼會越來越 會干擾到痛去 所以你就必須 當你變成三鏡頭的時候 拜託 你要知道 在這個微小的空間裡面 它是有無限的電路在這裡 複雜的使用者 所以當你越來越高規格的時候 它裡面的功能要越來越 越多 然後它的複雜度越來越高 所以它能夠變更的設計 就越來越少 這是我要提醒大家 為什麼這三個鏡頭 會覺得幾乎一模一樣 最大的原因就是 這個手機的設計 其實真的不像我們看女生一樣 我記得在每次選美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什麼都一樣 結果老婆都跟我講說什麼 你們男生眼光都一樣 只要臉白白的頭髮長長 原來是我們不遺憾的 可是在手機上並不是 是因為設計的不好 他們彼此分得出來 他們不一樣 但是我們看起來都一樣 重點還是在什麼 還是在 這華為的手機 但能不能賣 我們看到 講到華為我幫你問一下 之前5月20日 我們做這個專題 因為那時候華為的 這個禁令出來 所有的報紙媒體都在講說 集單拉貨 這個台廠大單進補 然後華為還說 最好把倉庫全部搬到 華為這邊來 意思說 當初華為瘋狂在拉貨 瘋狂在拉貨 因為他有禁令 現在如果有部分禁令解除的話 鄭行哥 任正非還會想說我全都要嗎 因為現在部分禁令解除了 這個邏輯要怎麼看 這個邏輯要看什麼 這個東西是不是華為需要的 還有就是他的 life cycle有多長 如果life cycle很長 譬如說像記憶體 有些人可能願意敢拉 但是如果life cycle很短 他的功能會有很大的轉變 隨時會改版之類的 我自己 我高中時候 其實唸的不是商職 我高中時候唸的是李祖 所以我的 是理科的 對 非常多朋友都在台積電 然後台積電都跟我講說 對 華為第二季真的拉得非常的兇 那第三季就會知道什麼 大家都知道 總數是不變的時候就會是什麼 當你淡季不淡 你就會忘記不忘 所以我想提醒大家這一點 就是說 所以之前的拉貨導致淡季不淡 可是接下來有可能會忘記不忘 那當然第三季大家都在等什麼 都在等蘋果 來銜接這個忘記 但是事實上來看 今天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狀況 很多人說今天那載華為概念股 那請問郁金光為什麼要講聽 郁金光到底跟華為有什麼關係 郁金光是瓶蓋股 那看到很多的瓶蓋股似乎像 齊邦當然也有點華為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選股的時候 最好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麼 最好就跟大力光一樣 我們是一間二故 兩個人都有 這也是最重要 那為什麼還要尖到蘋果呢 大家知道其實不是只有華為概念股在 在漲 在自己在跌 我要講的是 今天華為在跌 我剛剛出到前面很多人演講 我直接給大家一個結論 今天大漲一百多點 以前只要漲一百五十點以上 大家可以打出漲提板的公司 絕對一個畫面 對 排不完 一天只要漲一百五十點 絕對一個畫面 今天 今天漲一百多點 沒有超過十檔 不到十檔 沒有超過 全部聚焦華為 只要跟華為有關係都上去了 那要證明了什麼 其實是一種 復仇者聯盟的心態 所以有華為概念股 我覺得那是一個報復性的反彈 那這個報復性反彈到哪裡 大黑 我們說一句實話 今天我們不去 華為不去買 大家不去買華為的手機 是因為它沒有拿到聯勇的IC嗎 當然不是 是因為它的鏡頭不是大力光嗎 也不是 完全是因為 你可能就不能用 Google的這個平台了 安卓系統 你可能就不能用 所以今天的重點 我硬體都可以賣給你 只要你能賣就賣 可是只要你不能用Android 你有本事就在中國賣吧 只有你自己的系統吧 那如果它的量能不上來 其實剛剛 我們的大哥也說得很清楚 是因為它打手機 不是真的要打這個市場 不是說你華為侵犯到美國市場 是因為你手機在賺錢 你會貼補你的5G 所以一切事情都在於 華為的5G 跟手機一點關係也沒有 所以我們回到來看 那到底它的5G 剛才我們誠實的說 台灣有點攀親戴戶的股票 沒有太多 那真實的有一家 最明顯的就是這個護電 如果大開能夠幫我們打出 護電的走勢 那真的才叫強啊 剛剛我們講 復仇者聯盟一天嘛 他三天漲停啦 對 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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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加上這個 所以這個可能是什麼 春江水奶壓先支 股票會漲 一定有人支 你看早就知道了 三根漲35% 那比大力觀點現在覺得很厲害 10%而已 他漲了4天漲了35% 從底部算算40% 那你說 對 我不能去買護電 對 他都已經過高了 那之前我們不斷提到 2316男子店持有護電 大概16%的一個股權 我們來看男子店的股價 之前護電還沒過高 他26.45% 剛剛我們看到了 護電已經過高了 過高了有沒有機會挑戰 就這麼簡單 即使挑戰到26.45% 今年光認護電的獲利 就2.5到3塊錢之間 光認而已 那都不要說他只持有53 53是沒有收盤價 因為我認的時候 他是用14塊來算 現在14.98是54元 股價禁值33.09 剛才提到除息 他也配了一塊錢的息 我認為很快就有機會添加 除了男子店之外呢 除了男子店 剛剛提到了 華為的手機都漲了 所以我並不鼓勵現在都買 但是我鼓勵為什麼買蘋干 因為現在看起來 中國沒有要抵制蘋果 因為你放過華為一買 我就放了蘋果一買 所以蘋果就正常出貨了 那蘋果正常出貨的結果 已過下來第三世紀 本來就是憑蓋股起來的時候 那是誰會好呢 再加上現在最紅的TWS股 就是 真無線耳機 真無線耳機 對 那我認為有趣的就是2439的美率 為什麼我們不再提手機乾淨股 因為今天新聞出了一個說機器出貨會慢慢出 會影響毛利 可是 今年蘋果最紅的 其實就是iPad Air的產品 那我們來看其中一檔最明顯的股票 就是康控了 康控就是這個最明顯的股票 今天也掌情所使 過了W底 這個技術面期都還蠻漂亮的 但是我個人不太喜歡擺賠錢的公司 因為第一季是賠1.33 第二季看它的營收大概損一兩坪 現在漲停在170 173 我們來看美率 美率第一季2.07 去年頭期是-0.36 這是大幅成長 因為 本來忘記在後面 可是有 不要忘了有iPad Air 所以它第一年的第二季 又比第二季還好 它等於今年的上半年 賺的比去年多了5塊錢 所以我認為美率來講 相對本益比偏低 那今天長虹跟著它走 應該還有機會 那再來看一檔 就是剛剛講的 基地台乾淨的股 其實我不喜歡講你們講銅箔基板 因為講到銅箔基板 很多人會以為跟PCB有關 我老實說到現在為止 大家還在問說 到底基地台要銅箔基板幹嘛 不是要來做華通這種高 新的銅箔基板是一種材料科學 它就是來做散熱 就跟電動車當中 郭金均的銅箔一樣 它不是來做銅箔基板 它就是來做一種材料科學的散熱 所以我們看到 6213的連貌 我們來看看它的股價 今天 是不是又過高了 對 627是 材料 也過高了 對 台光電也過高嗎 台光電我當時有提醒大家 台光電是5G概念 它這次是5G手機概念股 所以為什麼台光電比他們弱 不是貨利比他們差 是因為它是5G手機概念股 而我說的 所謂的散熱是一種材料科學 它是把銅箔基板 鍍在5G的設備上 讓他們出現散熱 所以跟這個邏輯是不同的 所以它還沒過高 對 銅箔基 你也一樣用到軟 只是現在硬是大宗 所以硬先斬 那軟要靠誰呢 台灣有一家公司 4939的雅電 過去大家只知道 它是做手機銅箔基板 就跟當初連貌 一樣 你們都以為是手機銅箔 但是它現在就是跨入了5G的散熱 而且在江蘇東台 第三季開始量產 那為什麼 所以現在股價為什麼低 因為它是第三季開始量產 我跟大家講 是第三季 所以股價現在 不是就7月份了 不是要第三季了嗎 股價在噴發的時候 永遠不是你看到獲利說 營收上來三成四成 那個時候 你等著 手機漲了很多了 股價噴發的時候 就是營收 開始要往上漲的時候 所以我認為 硬板的銅箔基板 已經在往上走了 但是軟板的銅箔基板的雅電 股價還在十幾塊的位置 跟康空一樣 第一根長紅漲漲上去 有沒有機會 再複製康空的模式 因為營收大成長了起來 而且它其實還是個賺錢的公司 康空還是個賠錢的公司 我認為在臉貌還要紛紛創高之後